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ABY也专门给妮妮送上生日祝福 并且还配上两张图片 一张是妮妮对着蛋糕许愿的照片 一张是妮妮的剧照 不得不说BABY的情商就是高 一方面不但给妮妮送上了生日祝福 另一方面还给妮妮的新剧 狠狠地宣传了一把 可见两个人的感情有多好 要知道BABY的粉丝有很多 这样一次免费的宣传 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妮妮的新剧了 但是在BABY发出的第一张照片中 就引来不少网友的争议 认为BABY放出这张照片是在黑妮妮 因为第一张照片是妮妮对着生日蛋糕许愿 妮妮的头靠镜头比较近 闭着眼睛露出微笑 洁白的牙齿很是抢镜 但是因为拍摄的角度不是很好 还直接将镜头对在妮妮的脸上 所以就显得妮妮的脸很大 而妮妮则是化着淡妆 皮肤状态一目了然 要知道你明星最忌讳 得就是在照相的时候头靠近照相机 这样的脸就会很大 所以不少网友质疑BABY将这样的照片发出来很不妥 认为就是故意在黑妮妮 对于网友的猜测只能说是多虑的 其实只有真正的孤蜜才会这样互相黑来黑去 这只能证明BABY与妮妮的感情好 还有就是证明BABY是一位真性情的女孩子 不会因为一张照片而纠结 也不会用一张照片来黑自己的闺蜜 再说这张照片也没有露出妮妮的缺点 只是镜头太靠近脸而已 整体上看还是比较美的 其实BABY每一年都会给妮妮庆生 足以证明BABY对妮妮是真的很好 虽然两个人在娱乐圈中很少有交集 但是感情很深 离你与BABY能在这么浮躁的娱乐圈里 还依旧是好朋友好闺蜜真的很不容易 从希望他们两个人能一直这样要好下去 B違的概率 GYMB相随